Hi 大家好 歡迎來到Hi-Fi發燒台 我是Li三八八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我之前的影片 是一次過實施四對一萬三千元以下的書架喇叭 那條影片出了之後 有些師兄問我有沒有合併機 可以配襯到以上的書架喇叭 其實我一直都有留意 最近終於讓我找到一部我覺得質素不錯 價錢大概賣一萬元左右 我覺得都可以跟大家介紹 很適合推出書架喇叭 所以如果大家有用的書架喇叭 這條影片一定不要錯過 還有如果大家看這條影片 還未訂閱Hi-Fi發燒台 就快點訂閱了 因為你訂閱了之後 就會接收到很多影音的資訊 很多黑膠CD的介紹 以及這個家訪Hi-Fi發燒友 好 不說那麼多 去片 今次試聽這個 是來自內地的品牌Choco Sound 原來是King Kids Steel全新創立的品牌 是專攻消費品級的音響市場 而我今次試聽的型號是Ammy 何味 大家看到這部機器 不是傳統機身的闊度 它比較低色一點 所以很省位 除了我試這個顏色之外 原來還有銀白色 不要看這部機仔細細 原來它都有10公斤重 整個機器都用了厚身鋁合金去做 只有頂蓋都用了12mm厚 前面板用了一個多邊立體的切角 加上中間有一塊 人工打磨K9水晶的顯示屏 我覺得這個真的有點像鑽石的切角 再看看機頂還有一個玻璃窗 可以看到機裡面的零件 還有一條金色上面 黑有Choco Sound的散熱片 又真的挺像朱古力條 看到這部機器有很多細節的位置 真的花了不少心機和功夫去做 我起初看到這部機器前面板只有一個按鈕 看上去好像很簡單 而且我都不知道怎樣用 原來發現這個按鈕可以扭和按下去 一個按鈕有幾樣功能 當這部機器開了後面的總電源開關之後 按著前面的按鈕一段時間 你就會做到開機和關機的功能 開了機之後一下一下按下去 就可以選擇輸入檔位 之後扭這個按鈕就可以控制音量 如果用這個搖控器 就可以調校光暗和關掉的Display 還有Mule功能 這個搖控器用了兩顆3A電 我也覺得很方便 看到這部機器後面有一個K-Link插頭 原來這個是廠方的全新設計 因為廠方將來會出一些外置的唱頭放大 和解駕模組 就可以經這個K-Link去連接 提升這部機的功能 還會出一個耳機的輸出 可以直接經這個喇叭輸出來推動耳機 最初看到這部機仔細細 加上我又不熟悉這個品牌 我對它也沒有什麼信心 它也令我犯了二眼待耳的通病 音響是用來聽的 不是用來看的 那怎可以用對眼來下定論呢 之後我打開它的機殼 看看裡面的零件 看到它用傳統的電源 AB類放大 前後級線路板都分開 開始對它有些信心 一於開聲聽聽才下定論吧 當然要坐定定細心聽聽吧 聽完這部機之後我發現它真的不錯 令我覺得這部機背後應該有高手調聲 而且這部機用了廠方全新一代的線路 是一個全直流超前反貴的放大電腦 這個放大電腦就在訊號路徑裡面 完全沒有這個電容 難怪這部機出來的聲音是很直接 沒有什麼陰染、音色不重的 所以播放哪一類型音樂都不會太簡窄 這部機在8噸的時候 它就有138瓦乘2的輸出 如果以這部機的尺寸來說 它的輸出都不算小 而且它輸出的力感 它不是那種洶湧澎湃那類 它是屬於圓圓不絕、越出越有 不會是一陣就被人抽乾那一隻 然後研究一下裡面的放大晶體管 原來用了英國Exiton的Mofed 這個晶體管 原來它封直電流可以去到8A 真是挺誇張的 而且這部機左右聲度各用了一對 這個聲音感覺 我作得有點像英國紳士的風格 可能和這幾顆放大晶體管有關 我作為一個小聲音 綜合這部機的聲音 我覺得很平均 它有夠幼細、有厚度感 聲音又夠定 還有速度不快不慢 其實以這個價位 很少會調到這類聲音 通常都會誇張某一個部分來吸引人 相反這部機都夠淡淡定定 令你可以坐定定的聽歌 選擇你喜歡的音樂 就算長時間聽都不會覺得累 我試聽何雲你這張CD 它裏面有幾首音樂都很靜 甚至好像清唱那樣 那時候我發覺這部機的背景都不夠靜 之後我就試試將它的顯示器調暗 我發覺效果都挺明顯 所以如果大家有機會玩這部機的時候 都可以試一試 雖然愛是種責任 又要給的完整 又是曖昧再無法擁合 愛有多小魂 就有多勝任 你若勇敢愛了就要勇敢分 這部機我已經聽了一段時間 我覺得有幾類發銷都適合玩這部機 第一類可能用開AVM 推近一些不太貴的書架喇叭 我覺得這部機絕對適合 第二類發銷可能玩開耳機 想玩一下兩聲度 不過家庭空間又不夠大 這部機就對了 滴滴滴滴滴 完全不阻定 第三類發銷 就是他們已經有玩開音響 而是一套高級音響 不過想在書房或公司做多一套音響 他們對於聲音有一定要求 如果太差就聽不入耳 我覺得這部機真的完全不失禮 最後也要來個總結 首先這部機的樣子 我覺得無論你喜不喜歡 真的看到它花了很多心思 以及看來真的不會覺得悶 第二看裡面的用料 我覺得用到兩隻環牛 再加上英國Mode Spec的放大管 那就更加沒話說了 主於說聲音 我就沒有投訴了 主於真的要去彈它 總是有些東西可以彈 不過如果以這個價錢來計 我覺得真心覺得超值 好了,今次的分享就到此 大家記得分享、訂閱、按讚、Hi-Fi發銷台 還有有些什麼意見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好了,下次見 視頻 會不會 好 掃揚 掃揚 よろし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